娱乐圈中的四队双胞胎明星云野云翼上榜 被第四队骗了很多年 你知道娱乐圈中有哪些明星是双胞胎 而如果兄弟俩或姐妹俩一起出道的话 引起的效果会更好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娱乐圈中 有哪些明星是双胞胎出道的吧 八二是一队非常甜美的歌手组合 两人出生于新加坡 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唱歌跳舞 后来就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而出道 他们出道后发行了好几首歌都非常火 再加上两人的长相十分清纯甜美 出道后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但是最近娱乐圈很少听到两人的消息了 并且也很少再见到两人的新作品 据说两人私下里经常吵架 即使是双胞胎姐妹还是会经常闹不和 更甚至本来两个清纯的小女孩 现在已经整容整得失去了当初的模样 赵丽颖曾主演的一部古装仙侠电视剧中的云一云一云一还记得吗 一个善良正义一个邪恶狠毒 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俩长相一样 本来以为是同一个人演的 但是其实这两个人是双胞胎 他们就是哥哥高一清和弟弟高海兄弟 这兄弟俩都在娱乐圈发展 长得都是又高又帅 相信这兄弟俩的父母一定是非常的有福气 台湾艺人郭艳君郭艳福 也是一对双胞胎 两人也是以组合的形式 出道组合名叫二毛肉 兄弟二人长相都十分英俊帅气 虽然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两人的性格差别很大 哥哥是个爱说爱笑的暖男 而弟弟不爱说话 平时也是酷酷的形象居多 但是笑起来也是非常的温柔 两人都会接拍一些不同的戏 虽然是组合 但是单独工作的时候也比较多 宋一银和宋达民都受我们的台湾同胞 他们俩个竟然也是双胞胎 哥哥86年开始了他娱乐圈的仕途 演了自己的首部电影 以后十几年里拍的电视剧不是很多 但是挺好看的 用寥寥无几的电视剧电影 争得了观众的心 在观众心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04年诞下一子 弟弟宋达民小年就开始了演艺事业 拍电影及电视剧 后来就只专注于电视剧了 演的更多的是台语的剧 他是被哥哥推荐才进入了演艺圈 05年时受到他人影响 开始信奉基督教 兄弟俩人现在发展的都挺好 事业比较顺利 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 一直以为是一个人